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念咒可以医病 最近 我黑了几个图章仔 那个图章仔只有一个字 通字 送给不少同餐导游 我们想到 从个人 一直到大宇宙 它中间 所以会产生 障碍 都是因为不痛 痛就能解决问题 在个人来说 我们的身体健康 身体 为什么不健康 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气不痛 所以那个人才会病 中国古时候 医病的方法 用针灸 用针灸 用蜕 用蜕 这种方法 在古代 非常普遍 不用吃药 高明的医生 知道你什么地方 发生阻碍 发生阻碍 只要把阻碍排除 血气 腸痛 你就恢复健康 食药 这是不得已的办法 实在 我们在佛经上看到 的确是最功名的方法 的确是最功名的方法 佛经里面 和我们讲到的念咒 有病了 佛教你念手咒 咒一念病就好了 我们看到 觉得他非常神奇 神奇莫差 其实 那种方法 是非常科学的 他用音声 振动 将你那些不通的部分 打通 所以佛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 瘀病的咒语 我们现在念完不靈 为什么不靈 念的音不正确 所以他一定要传 要口传 音不正确 就达不到 效果就没有了 还有音声量的大小 如果很正确 它震动你身体 内臓某一个部分 但是 佛这种方法 被中国针灸更高明 针灸更要用针 更要用手去推拿 它不用 用音声来震动 最高明的方法 非常可惜 那些咒语文字记载 现在 仲传在大藏经 但是 没有人 识念 失传了 但是 他跟我们 讲一个真理 那个真理 就是要 贯通 先得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